泰巴朗部落是动用了90名的人力 花费了近900人次 那么历经三个月的时间 顺利搭建完成部落阶层的聚会所 那么将可容纳这个四个阶层 共300人 而聚会所的功能与部落阶层文化制度 有何连接性呢 那么来看以下的报道 无论是部落年龄阶层 还是部落青年女子 为了重现署了喇丹阶层聚会所传统建物 并能够深化部落传统文化制度 可以说是卯足全力的把苏拉拉旦给盖回来 这个苏拉拉旦是我们部落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文化所得发源地 这个苏拉拉旦是我们年轻人的聚会所 就像现在的调节委员会里面的一个地方 随着时代的演变 泰巴朗部落最后一栋苏拉拉旦 在60年前就轻疲消逝 而类似现代调节委员会功能的苏拉拉旦 但在部落传统里更是年龄阶层文化制度 彰显落实之地 因此这一次有机会重新附赠 部落族人全力以赴 我们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制作 开始制作到现在 那参与的人数人次起码有900人以上 对那今年这次的主要的阶层是 拉丁以下的阶层年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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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在今年年底完成 不仅部落祭司 齐老 以及阶层族人 先议员赖国祥也万分感动 尤其明年度将启动正规的 索拉丁居会所搭建工程 更将全力来争取推动 未来我们会做一个更大型的 大约是20成20公尺大的 一个索拉丁青年居会所 只有男性的族人才可以进去里面 共同讨论部落的事物 还有部落的文化 还有年龄阶级的整个流程 都是在这个索拉丁里面来讨论的 泰巴朗部落争取获得 县府圆明处传习计计划 既定9月初开始 现在既是广场旁共同搭建 索拉丁阶层聚会所模型屋 让部落齐老 重拾传统记忆 也传承给青年阶层男子 110年 泰巴朗部落将 以这一栋索拉丁模型屋为范本 正式搭建可容纳 4个年龄阶层 共300人的索拉丁 平日旧游阶层轮流进驻 而在以立新年纪期间 就作为部落青年 阶层文化教育训练的文化场域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